我马上带您关心这起危险四载的案件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穿着校服的学生全挤在同一台机车上 仔细数一数说的驾驶后座两个人 而前方还有一名学生紧紧趴在前车头 而后座也很挤其中一位乘客半个臀部都已经补在座位上惊险万分 更夸张的是仔细一看乘客三个人全部都没有戴安全帽 不过其实是若无睹发动机车油门一腿扬长而去 整台车左右摇晃一路扭来扭去 不过众人不怕就是不怕笑乐的笑开怀发出震震欢呼声 越起越有趣但环顾四周路上车辆来来往往真的好危险 一旁其实是经过着实听他们捏把冷汗频频看头 也生怕自己会受到波及 事发就在桃园市桃园区学生四贴骑车上路细细玩闹 把马路当作自己家影片po网掀起热议 警方表示目前没有接获报案 但骑士的行为恐怕已经违规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 危险驾驶恐怕最高开罚三万六 再加上没有戴安全帽加加总总开罚金额 早就超过四万元 若骑士无照还会最佳一等 目前根据校服的资讯 已经通知校防并调阅车牌请车主到案 把交通安全党儿戏所幸没有酿成危险 不过玩笑开过头恐怕也得付出代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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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